我把这地方的吹一下 只要能接触上 实际上真的是需要 一两个小点就够 接触不上你就没办法 放里头这个球就太低 就得这么高 喜欢铁 铁树铁树很奇怪 他就喜欢铁 一般种的时候搁点硫酸亚铁 然后呢 如果你有锈的那个烂的铁皮 什么东西也可以埋到里头 再一个你可以钉几个钉子在这 他喜欢铁 吸收那个铁的元素 咱们有特别好的土 而且一般来说,做盆子换盆就挺好 上盆的时候最好就是把那个土化干了 土干的时候,根本不容易伤 然后呢,等你上了盆之后,再把水浇透 你看这一件事,马上崇利 四颗大铁树组成了一个盆景 我当时开始说了,我有一顿想创作它,做它的欲望 所以我一直说盆景一定要有利益 你自己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你就不要做它 那样子,像这个盆景呢,我当时想是做成一个海天一色 我想这个椰子树的上空,应该是天是湛蓝的 然后这边的流下的水的地方呢,也是海是湛蓝的,是海天一色 但是呢,总而言之,我想做一个跟我所居住的内陆这部分 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像这种树的形态,有点像海边的树 又有点像西双版纳的丛林里边的那种树 总之跟我住的这个大陆的内陆里面不太一样 所以做了这么一盆铁树的盆景 这个铁树呢,也好养护 夏天呢,多浇点水 平常呢,也是基本上就不干的浇透 你可以上点肥,它喜欢肥一点的 比如说硫酸亚铁啊,多给加一点 然后呢,你也可以给上头树上钉点铁钉 它喜欢铁元素,喜欢铁元素它就能长得很好 这几棵树的健壮程度还可以 基本上这个盆就算是做完了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共同成长